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在选择我每天拍摄用的相机 找了很多相机然后最后选择了索尼 当时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卡片机 因为卡片机相对来说机身比较小小画质也可以接受 我之前一直在用黑卡这款相机 这款相机好处在于它确实非常小 而且它的镜头2470够用光圈也很大 最关键的它有这个翻折屏 就自己在录的时候会非常方便 但是唯一的败笔在于这款机器的底是一英寸 一旦天稍微暗一点或者说光线稍微热一点的时候 这款机器的画质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相机底下已经压死人 这个时候呢我发现这款相机 就是佳能在前段时间发布的这款 叫G1X Mark III的相机 这款相机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于视频拍摄机便携机的一切幻想 但唯独有一个败笔让我最终放弃购买这款相机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款相机好地方在哪呢 首先它大小非常的小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黑卡4 而我之前用黑卡5后来开5 这是我们今天在CES展台看到的这个G1X Mark III 这个机身其实大小差不了太多 这个是一个固定镜头的这个机器 它的固定镜头好处在于这个是一个2470镜头 然后即使伸出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也不是很大 然后它的顶部的这些无论是波环还是快门 还有它的这个模式转盘 其实都是倾向于专业相机来做个设计 更好的是作为一款视频拍摄相机 它的翻转屏是侧翻屏 就是说我在拍摄的时候 上面热靴也可以插其他的东西 我的视频拍摄这个翻转屏相应有一个监控器 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即使你把它作为一款完全用来拍照的相机 它也有一个取景器可以用 另外最好最好最好的是这个相机是APS-C化 也就是说比我这个手上黑卡四的底要大很多 这个机器在暗光拍摄的时候会非常好 所以你看这个机器基本具备了这个视频电斜机 还有这个快捷相机的一切优点 就是它的机身的按键操作很专业 它的屏幕很好 它的镜头也很好 它还是大底 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买它 是因为它一切的接口都给我做了 没有给我做进去一个音频麦克风的接口 导致我没法用麦克风收音 简直是败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它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让人费解的 就是它有一个快门线 有一个蓝牙 还有一个HDMI 甚至还做了一个专门的WiFi的接口 来彰显这个机器 这个便携但又专业的这个东西 然后它这还有一个转盘可以调这个模式 结果它没有这个做音频接口 没有办法用固定的麦克风 导致这个机器收音都成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 最终就只能选择Alpha60 这个还是新存遗憾吧 这个机器确实看起来是非常完美 而且这应该是加能近几年 我觉得做工最好的一款便携相机 甚至可以说这基本上是革命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APSC底的便携相机不多 李光GR二代是一个非常好的相机 但是它是定角 是一个人文机 这种尺寸可以用来工作 可以用来干活 生活中拍照和视频兼顾都非常好的机器 确实很少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音频接口 所以只能放弃它 然后我继续保留我的黑卡色 作为一个日常拍摄的背机 随便拍一拍什么的 也就是这样 好 接着用我的6500吧